欢迎回来 中国的新冠疫情趋缓之后 多个省份4月份开始逐步解封 不过医学专家发现 东北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确诊病例 和湖北病例有区别 例如潜伏期更久 没有明显的病征 甚至基因排序也有变化 因此怀疑新冠病毒可能升级了 根据官方数据 截至5月20号 吉林和黑龙江都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两个省份看似风平浪静 但是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发现 这两个省份的新冠病毒 出现了不寻常的变化 从基因的序列来讲 也会发现 由吉林和黑龙江的这些病例 多数基本上是输入相关性的病例 也就是说 它的源头应该是跟输入病例的 这些输入病例的 它的病毒是完全一致的 而跟湖北的本土的病例 它的病毒是不太一样的 修海波透露 比起湖北和武汉 黑龙江和吉林的病例 几乎没有发烧症状 只是浑身乏力和喉咙痛 而且一般只是肺部 或个别单器官受到损害 轻微的症状 让当地人忽视了新冠病毒的危险性 这类病人往往他的潜伏期 稍微偏长一点 大家都没有症状 所以他可能在家庭聚集的时候 大家不会去太care这个问题 所以就造成一些家庭聚集性的传播 那同时呢 在临床症状上来讲 就更不典型了 就一旦有症状以后 就更不典型 发烧 也不太典型 就是他往往发烧的病人 他不是太多 就是有不少病人连发烧都没有 他就是乏力 或者有点喉咙痰 邱海波也说 武汉患者通常在一两个星期后 检测结果就会转成阴性 但是黑龙江和吉林病例 携带的病毒时间比较长 幸好这两个省份的重症病患 比例都比武汉低 不超过10% 而且治疗效果也相对较好 但是专家认为 现阶段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